我们继续来看 讲到 有八万四千龙像 每一只像都给它覆盖 装教室很庄严 附上宝网 建立宝床 这上面还有一个大的宝盖 就是遮太阳的 其中以布萨相王 这个相有名字 最为导手 朝不二时智慧殿前 早晚都要到宫殿 大殿的前面 这个其实就像我们的阅兵 它有很多军队 一般来讲 像我们的话 好像一年举行一次阅兵 在前面 但是有一些就是军队 早晚要报到怎么样 类似像这样 我实念眼 这个时候这个转人圣王 就是释迦佛的前身 他这样想 四大群像日日在访往来 就是天天早晚这样来 因为这个像很大 而且其实它八万四千是形容多的意思 那后面就四万 八万四千的一半 四万两千就是减去一半 它八万四千是形容词 并不是真的有八万四千 就好像我们看那个 看那个 法剧披育经 每次说五百五百 其实也不是真的五百 它是形容词 五百阿罗汉 五百什么 五百长者 五百长者子 五百外道 它是一个习惯的形容词 他说 这个时候他想 这些 这么多是大群 这一大群的这些大象 那么天天这样 来来往往 来来往往 那么盗杀众生无数 这大象 踏过去 这一大群 这走不及的都被它踏死 当然不是人 就是其他的动物 这些 愿令四万两千像 就是减去一半 百年一来 一百年来一次就好了 那照理讲 转伦圣王统领天下 所有天下都是他的 而且他是以正法注视 老实讲 也不需要军队 那就好像是说 因为军队是打仗用的 那打仗是因为国家 跟国家之间有纷争 才需要打仗 那或者说一般的来讲 它不是军队 它就是像我们现在的警察 维持秩序的 那政法注视的 基本上就不太需要这些 所以他就说 一百年 一百年来 就是阅兵一次 这样就好了 既如所愿 八万四千像中 四万两千像 百年一次 他就这样规定了 他做了转伦圣王之后 登基做国王之后 一般来讲 做了国王 就是早晚要阅兵 以前的皇帝是有所谓的早殿 文武百官 降临 通通 要去 每天都有的 他后来把它改了 就是这些 这些 这些我们说 阅兵这种 那这个一百年一次就好了 灌顶王法 那一百年一次应该寿命要不到几千年 不然不然只一百年一次 可能也是形容词 因为转伦圣王 到底如果我们从这个世界的发展史来看 没有真正出现过统领世界的王 还没有 就整个地球都由他统领 好像没有 那么最接近最接近的大概只有两个人 一个就是亚历三大跟陈吉思汉 但是也没有统领世界 因为他也没统领到非洲去 那顶多就是亚洲 欧洲 美洲 但是也没有到统领世界 那一般来讲就是 比如说像阿裕王统领整个印度 那这样就叫做转人圣王 大概是这样 好 那这百年一致 那是在那个时候 因为人的寿命是不一定的 我们现在是大概七十几岁 佛陀之后是一百岁 但是最高可以到八万四千岁 所以这个是不一定的 那他福报大的话 他有些会在八万四千岁的时候出现 那或是在八万岁 或是在像加塞佛是在人寿是两万岁 那人寿两万岁的话 如果你比较年轻五百岁就做转人圣王登基的话 那一百年一次 那还有好几十次 所以我们不能用现在的这种寿命来看 百年一致 灌顶王法附有八万四千匹马 你看八万其实都是很多啦 非常的多的这些马 有像有马 那如果是在中国就只有像 就只有马没有像 一纯金为诸称聚 马有马鞍嘛 但是比较没那么大就是了 因为像比较大 亲往附上 波罗马王 这些也有一个名字叫波罗 波罗马王为骑导手 这马中有一个波罗马王 像中也有一个像王 那这个像是波罗像王 灌顶王法 有八万四千宝车 这个是战车啦 那么所谓金车银车 琉璃车玻璃车 狮子虎豹皮杂色 亲婆罗以为附称 那这部经里面有很多印度的名词 那这个亲婆罗 指的是毛丝的杂织布 就是有很多种不同样的毛 就是织成的 那么这个是 就是各种颜色的这种毛 这种混合织成的 这个叫做亲婆罗 那覆盖着 拔球皮舍也难提 因身之车为其导手 先讲前面三个名词 一个是拔球 一个是辟舍也 一个是难提 拔球是苏圣的意思 苏圣 那辟舍也是最圣 就是再加上个 就是圣最圣 苏圣最苏圣 欢喜 就是苏圣最苏圣到让人非常的欢喜 基本上是这样 其实这是形容词 形容这种 这样的车 非常的高级 那拔球是圣 辟舍也是最圣 也可以讲苏圣最苏圣 烂提是欢喜 令人欢喜 的阴身之车 为其导手 灌顶王法 领八万四千尘 也是多的意思 就是他统领这个世界 那印度基本上十六大国 十六大国 基本上如果没 就是一个一个 就整个十六大国有十六大城 那像我们基本上就是 看几县市这样 台湾有几个县市 那么每一个县市 有一个县长这样 类似像这样 或是一个市长这样 统领 那个总统就统领这一些 那么县市长 类似像这样 那八万四千都是形容词 那所以零八万四千尘 安稳丰热 人民赤圣 居舍婆体王 而为上手 居舍婆体就是居师那 居师那尘的一个大尘 那么居师 居师那尘大尘的这个 这个尘 就是管那个尘的 就是那个尘王 尘主 就叫居舍婆体王 其实居舍婆体不是一个人的名字 而是一座尘的名字 后面也会讲到 八万四千尘 他是住在居舍婆体城 其实这个居舍婆体城 就是居师那尘的古名 叫居舍婆体 就是佛陀是住在居师那的 那么这个居舍婆体王 就是居师那尘的尘王 尘主 就好像我们说 台中市的市长 类似像这样 台中市不是一个人的名字 这个长就是王 台中市是一个地名 这个居舍婆体也是一个地名 一个城市名 就台北市长 就台北市 舍卫国王 类似像这样 王舍国王 类似像这样 灌顶王法有八万四千种宫殿 那也是他到哪里都有很多宫殿 那因为 比较大的国王都是这样 比如说在哪里有设一个别馆 在哪里有一个行宫 在哪里有一个什么 都很多了 就到哪里他都有的住 那么所谓 金银流离玻璃 魔女流离 油喝而为上手 那这个基本上我们看这个宫殿 如果照这个文来看 它就是七宝 金银流离玻璃 魔女流离 那这个油喝 那巴历文是写 魔喝油喝格 那这个油喝 基本上是指这个宫殿的名字 它翻译叫做 如果是魔喝油喝格 如果是巴历文是这样写 它这里写的是魔女流离油喝 魔女流离油喝 它这边 扎喊是写魔女流离油喝 但是如果这样来看 这个魔女跟流离都是宝物的名字 因为照来讲 魔女跟流离都是宝物的名字 魔女是魔女珠 就珍珠玛瑶 但是如果照它的 包括导师的断句 这个魔女流离油喝是一个名字 等一下我们再来看 如果是巴历文的 这个是北传的 南传的巴历文 它是写魔喝油喝格 魔喝就是大 油喝就是庄严的意思 油喝是庄严或写正 或是庄严 它翻译叫大正格 这个是大 所以如果是翻译的话 是大正格 或是大庄严格 大庄严楼 大庄严殿 正式庄严 或是大庄严楼 楼格宫殿 基本上是这样 但是如果我们 如果看这个中文 它应该是魔女流离 这个油喝就指的是魔后油喝 因为魔女流离都是 跟前面的金银 流离玻璃 魔女流离 它是七宝中的一类 不过我看这个本里面 导师断句就断在这边 有可能是魔女 不晓得 那这里 所以你看它这个文 魔女流离油喝 但是照这个文看起来 魔女跟流离应该是都是七宝里面的一个 所以应该 如果是这样应该是金 银 流离 玻璃 魔女 流离 有喝而为上手 但是也有可能就是 因为这个 这个隔 这个有喝隔 就是庄严楼 庄严隔或庄严楼 或是 或是这个端正隔 是由魔女流离 做成的 那因为它有一些 电是由玻璃做成的 有一些是流离做成的 有一些是金做成的 有一些是银做成的 那这个隔是由 因为它只有写这个名字 因为这个名字是 比如说 它是由这个魔女流离做成的 那或者是说 它是由流离 有喝隔 就是这个 这一栋楼的主体是流离 如果照理来看 应该好像是这样 所以断句可能也在剥离 剥离 剥离 魔女 流离游喝而为上手 但是导师断句是 魔女流离游喝而为上手 那就变成是 这一栋楼 这一栋建筑物 这一栋葛建筑物 那么是由魔女流离 的结构而成的 那游喝是庄严的意思 就是正的意思 那翻译成大正隔 或是大正楼 或是大庄严楼 楼罐 好 那这个是 它是魔后游喝隔 它是这样 巴厘文的是魔后游喝隔 隔楼 大庄严楼 魔后游喝隔 这是巴厘文的 它是一栋建筑物 宫殿嘛 好 再往底下看 这一部经很多名词 深字跟名词 非常多 比丘 比丘灌顶王法 就是做了皇帝的 他就有这样的 固定的这些形式 就是必须要这样 必须要这样 做了国王的 他就有这种 固定的日常生活 或是固定的这些装备 有八万四千种宝传 那么金银流离玻璃 因为这里都讲到金银流离玻璃 所以就变成这四种 是主要的 所以才会断句断在 那个模拟流离游喝 因为前面都是金银流离玻璃 就是这样 但是就是说 我们看这个模拟流离 好像也可能是模拟 不晓得 那他说金银流离玻璃 种种正入 这个也是失支品 这个垫子 这个秤入是垫子 那么巴黎文写的就是细瞻 就是这个一个垫 印度 我们这边比较 其实我们这边比较少看到那个垫 印度跟阿拉伯就很多 他们的房间里面都铺那个垫 印度也是 都有一个垫 我们叫做坦 叫做红坦 然后是这个地毯 就比较常见 他们比较常见那种地毯 那种就是蹭路 就是垫子 或坐或卧的垫子 那么 渠驴 渠驴 踏凳 渠驴是毛支的地毯跟席子 那前面的秤入是垫子 那垫子基本上也像毯子一样 但是他这个就是有分开 那这个垫子是给人家坐或给人家睡的 那 渠驴这种地毯是铺在地上给人家走的 有时候也有睡的 这是席子 一般我们是用草编织的 他们是用布编织的 那我们就叫做草席 他们就叫做布坦 或是地毯 类似像这样 叫做渠驴 那么踏凳 踏凳也一样是毛坦的意思 那 毛坦或是毛席 他说 铁铁铁 卧聚 与夫其上 铁铁铁是鹿 鹿皮的意思 鹿的名字 是铁铁铁 鹿叫做铁铁铁 意思 铁铁铁 卧聚与夫其上 就是鹿皮 就是 毛坦上面 地毯上面 还是这个 握床 握的电子 坐的电子上面 就是前面三个都是布支的 布支品 那么在覆盖上 布支品上面 再覆盖上鹿皮 鹿皮应该是比较珍贵的 比较珍贵 他们意思就是 富有 基本上就是这样 就是他拥有这么多 佛陀是在讲说 他过去拥有这么多 这些都是别人 拥有不到的 他曾经拥有过这么多 这么好 这么殊胜 到现在 什么都没有 他在讲这个东西 好 那由这里来告诉你 你无产无产 没有掌握得到的 你那么多 那么殊胜的 到现在都没有 你这些色色想行事的 你能够维持 而且他维持很久 他维持很久 但是到现在 也什么都没有 曾经拥有这么多 那么安置 他说 且连且卧聚 就是把鹿皮 敷在上面 安置 单枕 单枕 我们用名字上 就是红色的 红色的布枕 枕就是枕头 那睡觉的地方 因为这些都是 睡觉的地方 卧聚 卧聚就是睡觉的地方 然后上面 因为他有很多的宝床 这个宝床就是 他睡觉的地方 宫殿里面 他睡觉的地方 这些宝床 他从地上 他从卧室的 房间的地毯 到他上面 床铺的 铺上的 坐着 坐着的 握着的 然后上面再 铺上鹿皮 在形容他的 这个房间的 这种奢华 结构 就是国王 国王拥有的 这些 殊胜的东西 然后上面 有一个枕头 这个枕头是 红色的布枕 可能是非常好 非常好 因为红色 可能是不容易拿得到 不知道用什么 不知道用什么东西 织成的 那么 比丘 灌顶王法 附有八万四千种衣服 那么 所谓 加斯细衣 那么 加斯细衣 有一点像我们的 禅师衣 那么 像我们 如果节下 有所谓的 加斯纳衣 加斯也衣 那个是比较好的福利 因为加斯国 他基本上就 产这一种布 那这种其实就是 也禅师的衣 那中国基本上就叫做 师 师从 师 禅师背 用禅师做成的衣服 用禅师做成的衣服 其实就是我们的 丝绸 除磨衣 那么如果这样来分 它底下我们先看这个 加斯细衣 除磨衣 头丘螺衣 居沾婆衣 那 这四种是不同的布 加斯细衣 就是我们的尸丑 那如果我们做 建律里面的 交涉也衣 就也禅师 那么除磨衣 就是麻 麻布 麻布 头丘螺衣 是棉 有时候写成 结背 是棉 麻衣 棉衣 麻布 棉布 居脏婆衣 是羊毛衣 所以就是四种布 丝的 麻的 棉的 跟羊毛的 就是有非常多种衣服 这种衣服 就有很多件衣服 这些衣服 有这样的这些布料 那这些应该都是好的布料 国王不会拿不好的布料 没有那种粗麻衣 不会 它这个也都是好的 亚麻衣 除磨衣 是一般我们说的亚麻衣 亚麻布衣 比丘 灌顶王法 他又说 他又拥有什么呢 他灌顶王法 他做灌顶王的时候 拥有这些东西 其实在讲这样 有八万四千玉女 皇帝基本上都有很多 这是叫做公妃吧 那么所谓的 岔丽女 叫做女宝 就是要有皇后 贵妃 后妃 然后还有很多 这些女众眷属 非常多 那这一些有 岔丽女 四岔丽女 旷妇于女 印度有四种阶级 但是主要都是岔丽 或是四岔丽 那基本上就是 意思就是都是贵族血统 那婆罗门是宗教祭司 那这个岔丽丽都是贵族血统 就是有王族的血统 或是跟王族有关的 叫做四岔丽 因为结婚或怎么样 有相关的 所以主要就是岔丽丽 岔丽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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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 虎就是我们的锅 在煮东西的 就是拥有很多的食物 那么八万四千玉女中 唯一人已为己事 八万四千宝衣为左一一 八万四千宝床为卧一床 八万四千宫殿为储一殿 八万四千层为居一层 名居舍婆体 就是前面讲的居舍婆体王 而为上手 就是他住在居士纳城 居舍婆体就是古代 就是居士纳城的古名称 就好像高雄以前叫做打狗 类似像这样 古名称叫做居舍婆体 现在叫居士纳 八万四千宝车为乘一车 名屁舍也难提取杀 居舍也难提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那圣最圣 难提就是欢喜 取杀就是什么 妙音 美妙的音声 所以他这里不是 拔求居舍也难提 音声之车 那这种音声是美妙的音声 叫做取杀 妙音美音就叫做取杀 所以其实就是他前面讲 他拥有那么多 有八万四千宫店他就住 有八万四千层住一层 一层里面有八万四千宫店他住一店 一店里面有八万四千床 也不是那么多 他全部拥有的有这么多 有八万四千层八万四千宫店 八万四千层八万四千马 八万四千玉女 但是他都指有一个 有一个玉女服侍他 然后有一只马一只像 睡一个地方 当然一个人只能睡一个地方 那说这样 那围城一车 他有那么多车 但是他只坐那一辆车 最殊胜的那一辆 辟舍爷难体取杀 那其实就是最殊胜的 我们说辟舍爷是最胜的 前面是拔求辟舍爷难体 就是胜最胜 那这里是最殊胜的 难体是最殊 难体是欢喜 最殊胜令人欢喜 能出美妙阴生的这部车 那出城油罐八万四千宝马 围城一马 那我们说这个 为什么这个车要有阴森呢 车到底它又不是引擎的 它是什么 它是那种马或是像驱动的 有一匹马 那为什么要有阴森 它基本上他们的那种车 因为他说它是七宝座的 它顶上都有挂那种铃铛 那种就是比较清脆 还是怎么样 比较好的吧 那不然那个车 他们会有什么阴森 有什么美妙阴森吗 不晓得 那就是它有铃铛 你看那极乐世界 那个风吹来 那个铃铛 都出美妙的阴森 那基本上可能是这样 就是上面有很多装饰 这些装饰是非常好的 那在走动的时候 走动的时候 那么它的就会 叮叮叮叮叮作响 那这种阴森是最好的 就是说它的里面的 上面布置的那些金银流理 那是很殊胜的 大概在讲这个 要不然你也想不出来 这个车出什么阴森 那出城油罐 就是出城去巡视 八万四千马 围乘一宝马 八万四千宝马 就只有乘一马 名婆罗赫 那前面有说婆罗赫马王 就是以这个马王 就坐那个马王 婆罗赫 马尾干涉 那么八万四千相 围乘一相 名布萨陀 就是相王 那么布萨陀的意思 其实 因为就是我们的布萨 布萨的意思就是什么 进驻 掌养 这个意思 其实它就是这个名字 布萨陀 出城油罐 比丘 此事何等夜报 得如是 微得自在 佛头讲他过去曾经 什么样风光过 因为他还没成佛 但是他修持心 得这样大的福报 他跟这些比丘讲 他跟这个比丘 因为这个比丘 在打坐的时候 去想到 想到一些问题来问佛 那佛就举他过去生 曾经这么殊胜过来跟他说 他说 那这个是怎么样的夜 才能得到这种夜报 有三种夜报 能够这样的微得自在 第一个布施 第二个调服 第三个修道 调服 当然就是调服烦恼 你基本上就是 你有善业 那你还有什么样 还有善根 善根就是无贪 无成无吃 少贪 少成 少吃 然后你修道 那修道当然就要看 还有分 基本上印度修道的传统 也很有 他们都是要修得解脱的 那修道 四年处是正前这些 那这个之前还没有 这个是佛才有 但是他依然是修道 那印度人基本上就是苦行 那瑜伽修定 修戒修定 基本上是有的 那比丘当之凡夫染息无欲 无有厌阻 就一直在无欲上 就是染着执着 要获得这个 要获得那个 要求这个 要求那个 无欲的满足 追求无欲的满足 从来没有停止过 再多都不够 再好都不嫌 不嫌少 就是再多都不嫌少 那么这个就是 染息无欲 无有厌阻 那么圣人呢 佛法常会做比喻 多闻圣弟子 鱼吃无闻凡夫 一样 那这里是凡夫 的习惯就是 染息无欲 无有厌阻 那佛弟子 圣弟子 智慧沉满 而常执着 这个就是比喻 这个就是比对 也不是比对 那么 为什么要这样比对 告诉你 你要做这一边 不要做那一边 那所以 比丘一切诸行 现在讲到重点 讲这么多 过去 怎样怎样风光 怎样怎样怎样 他只是要告诉你 下面这一句而已 一切诸行 过去净灭 这些都是有违法 都是生灭的 以前曾经拥有这么多 到今天来 他过了一生 他这些就是没有了 过了一生又没有了 那七次 那几次几节 一样都没有 曾经拥有 但是一定会怎么样 归于怎么样 无常 归于消灭 没有 过去净灭 过去变异 就是 曾经拥有八万四千码 八万四千宫殿 八万四千城 八万四千宝女 非常地多 这形容非常非常地多 全世界都是他的 全世界都是他的 老人身亡 全世界都是他的 但是呢 现在呢 都是成为过去 都不再有 没有啦 净灭变异 彼自然 重拒 即以名称 戒兮磨灭 就是 以前 有这个 连名字都没有了 包括你过去生 做国王 做什么 做什么 连名字都没有了 那么只有刻在墓碑上而已 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了 那所以 戒兮磨灭 世故比丘 永习诸行 艳离 断欲 解脱 就是不要去执着这一些 你要拥有一些 恒常不便宜的东西 不要 所以要 艳离 断欲 解脱 就艳离欲灭尽 一般阿兰经常说的 对于这一切的 诸行 就是一切的现象 一切的有为法 一切的武欲 这一些 那么主要是由身心发 武欲是由身心发展出来了 武欲是由身心对境界的直取才有武欲 他武欲是哪武欲 色身相慰处 色身相慰处是由眼耳鼻舌身 染着这个境界才有的 那么这一切境界就是一切诸行 我们讲诸行无常 诸行无常 一切有为法 一切现象都是会变的 你拥有的东西 不会一直为你所拥有 不是你先离开它 就是它先离开你 它坏掉了 它就离开你了 你坏掉了你就离开它了 那一定是这样 最后终究都是变异的 就是没有的 所以你必须 勇习诸行就是 不要执着于对拥有这一些 一直拥有这一些 那是不可能的 你不可能一直拥有 那么主要是你的身心 你一直拥有 那么你要厌离 就是不要懒着 要断欲 要断除 对他的执着 拦着 那么去向解脱 比丘 设为常 无常 这又回到阿含经的形式 他经常都是这么说的 那 就是佛在举个批语 或是讲的时候 基本上这个一定是变成我们说定型句了 都是这样讲 设为常为无常 设为常为无常 那比丘白佛言 是无常 是尊 若无常者是苦也 假设是无常的话 那终究会引起我们什么 苦受 因为拥有的消失了 那么他就会产生苦受 变异了 就像 就像这个 他拥有这么多 八万四千 你拥有越多 消失的时候 你是越痛苦的 如果你丢了一块钱 你可能不当一回事 丢了一百块 小小心痛一下 丢了一千块 就可能会 稍微想个五分钟 如果丢了一万块 可能就会想一个小时 如果丢了一百万 那不是一小时 可能会想一年 还想 没有办法想通 就是会 会甘苦一年 有时候一年 还不一定可以消过去 类似像这样 所以这种 这种 就是说 你拥有的越多 当它产生变化的时候 它是产生的痛苦 是越大的 那来自于你的执着越深 越不容易就越深 所以我以前看过一个报道 它说 苏二有一个富豪 那好几年前 不是发生什么 金融风暴 反正就有一件事情 然后倒了很多人 那那个富豪 好像有几十亿的财产 那忽然间 收水剩下一半 具体我忘记了 所以说 比如说它有四十亿的 比如说 比如说有四十亿台币 我们就讲 因为它是讲美金的 我们讲四十亿台币好了 那么忽然间 产生那种 好像不知道一个 什么次贷危机 什么危机 我忘记了 人家就是缩水 缩水变成一半 变成二十亿 他这样想不开 去自杀 我说二十亿 我二十亿 剩下一半 二十月也很多好不好 但是对他来讲 他就觉得少了一半了 他不能接受 忽然间少一半不能接受 这剩下一亿 我们都一辈子都赚不到啊 拜托 是不是 但是对他来讲 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 他想不开 他也没做什么 他也没做什么事 平常也没做什么 就是他没做什么事 财产就说变成一半了 可是他的一半 他的一半已经是 已经是很多人 就是一半人的钱了 真的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他有所谓的二八法则嘛 就百分之二十的人 拥有全世界百分之八十的财产 那剩下百分之八十的人 拥有百分之二十 全世界百分之二十 假设全世界有一百万的财产 那么这一百万是 一百万里面的八十万是由 就由二十个人均分的 这二十个人拥有八十万 剩下八十 假设有一百个人 有一百万 假设全世界有一百个人 全世界有一百个人 那全世界的财产有一百万 那这个八十万 是由二十个人分的 那八十个人才分那个二十万而已 这二八法则 全世界都一样 就是少数人拥有多数人的财产 那就是 基本上是这样 那其实就是福报的问题 不是每个人都那么有福报了 那其实你看也知道 大多数的人是比较不会修福报的 好 那这里 这里讲到 就是无常会不会导致苦呢 这个就是阿安经常 就是基本上都是变成定型句了 就是佛陀都这样问 那比丘百分不也是尊 如是受想 受想形式为常为无常 就是先讲设 因为他在想 因为这比丘的问题就在想 有没有 世间有没有那个恒常不便义的 受受想形式 有没有恒常不便义的 那主要不是受想形式 是这个我 主要是这个我 那用受受想形式来代表这个我 恒常不便义 其实是这样 那就一一跟他分析嘛 那我是指射受想形式 那射受想形式都会便义 那佛陀是举他过去生 他曾经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 那么有多久多久多久多殊胜 到现在都不存在 来告诉他 那么所有殊胜的这一些 这一些你拥有的 包括你的身心 身心之外的一切 都是无常的 这个叫做诸行无常 这个叫做生灭的 有为的 好 那他说 假设是这样 那么你还会认为 有一个不便的 会在这一些里面 执着有一个 我是我义我相在 比丘白佛言 不也是尊 佛就跟比丘讲 诸所有色 这个也是 阿含经里面 一般常用的 那么这个跟前面的都 基本上是一样的 第三十六经 那么讲的是 也都是讲这个 他说 这个过去 现在 未来 过去 未来 现在 内外 出戏 豪愁 远近 比一切 非我 不亦 我不相在 你仔细去跟他观察 那么 一切的里面 没有那种 恒常 自信 不便 主宰的 没有 一切都随着因缘 而变化 因缘生 因缘灭 此有 故彼有 此无故彼 没有那种 恒常 不便的 色受想 形式 也是这样 色受想 形式 就是五蕴 身心之外的 一切境界 也是这样 世界 也是这样 那么 所以 这个 色受想 形式 不管是 过去 现在 未来 内外出戏 豪愁 远近 你都 不能够找到那一种 不变的 自信的 也不是在这五蕴中有我 也不是这五蕴之外有我 也不是我在五蕴中 也不是五蕴在我中 因为那重点是五我 重点是五我 不是这个世间的生命 而是五蕴的生命 那么 比丘 于色当身 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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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因为 重点 前面讲到 凡夫 五欲 这个 兰卓 没有宴主 无有宴主 所以他告诉你 这个就是生死的 这个主要的原因 执着有我 那么 执着有我所 那么 就是 由自体爱 这个就是自体爱 那么产生境界爱 那么由自体爱 信界爱 那么就 一定会生起 所谓的后有爱 我要想要一直拥有 我以后要更好 我以后要怎么样 就一直要 就产生有这种直取 那这种直取 其实就是 生死的根源 那么 无名跟贪爱 你不知无我 那么 不知无我 那么由这个身心 生起揽着 取着一切的境界 那么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无名跟贪爱 由这两种原因 那么 就会产生 所谓的后有爱 就会产生 所谓的有 就是我们 又讲到前面的 无名 行事明色六处 处说爱 取有 就直取 直取这些境界 就产生 你就会洁生 未来的五蕴身心 那么又会有生死 那生死当中 又懒着 懒着又有生死 就这样 末月苦 末月苦 不断地循环 所以 要怎么样呢 你开始要对这种 身心这种现象 看清楚 不要懒着 叫做生厌 生起这种厌礼 厌礼其实是不懒着 不是讨厌 我们厌礼说佛 也不是讨厌我们这个世界 不是 你在这个世界 你怎么可以讨厌你这个世界 你这个身心 你也不用讨厌你这个身心 你只是不懒着就好 你不用讨厌 其实是这样的 于色当身厌 这个色就是后面的受想形式 就是对这个身心 那么不要产生懒着 不要直取 那么离遇 解脱 一般讲就是厌离遇灭尽 如是受想形式 当身厌离遇解脱 解脱之见 这个可能中间有一点点 就是弱了一些句 他说于受想形式 当身厌离遇解脱 那么解脱之后就得解脱之见 基本上是这样 不然这样连起来 这个句好像不太对 所以 那么解脱之后就得解脱之见 我身已尽 犯润于利 所作于作 因为色后面是受想形式 那色里面得解脱 不会后面马上受想形式 他应该也要一样 就解脱 然后解脱之后就有解脱之见 其实是这样 那么我身已尽 犯润于利 所作于作自知不受后有 这个是解脱之见 自知自见 那么自己 那么 我身已尽 犯润于利 所作于作不受后有 基本上是这样 使比丘 所以说文佛所说 永跃欢喜 作礼而去 常念土团辟 教授 土团辟 就是前面 拿这个小土团做辟 一开始 一开始他去问佛 有没有常住的身心 就是有没有那个常住的我 有没有可能 就是我修到一个境界 我就有一个常住的 不变的 那佛头就拿这个小土团 跟他做辟 因为我们这个身心 也是由各种 五蕴合合的 那土团也是各种 就土啦 什么样 合在一起的 那用这样来跟他做辟 这叫做土团辟 土团的辟 那 独一进出 精勤思维 不放异注 那一般来讲就是 独一进出 专精思维 精勤思维 翻译的问题也都一样 不放异注 不放异注就是 塑塑思维 就是 就是常常这样 就前面有几个辟 你拿那个斧头 一直拿着 一直拿着 然后这个神风吹日晒 天天都是这样 每天都这样 那母鸡腹胆 死死是这样 那这个其实就是 不放异注 那如果讲 讲殊胜一点 就是修行最殊胜的境界 就是像 普贤菩萨 叫做大行 大行就是大修行 那么真正的精进 基本上就是普贤菩萨 身口异业 无有疲愿 念念相续 无有间断 但是我们基本上做不到这样 但是就是 也不能间断太久 基本上是告诉你这个道理 因为我们基本上都是 我们其实也是念念相续 无有间断 那是对五欲 对五欲念念相续 无有间断 起烦恼 造恶愿 身口异愿 无有疲愿 基本上是这样 他现在要你转过来 要你转过来 就是对于修道 对于观无常 观缘起这样 身口异愿 无有疲愿 念念相续 无有间断 其实是这样 所以他这里讲 不放异注矣 这个叫做不放异注 如果是依阿弥陀经里面的 那叫做常经进 常经进不放异 不休息 他叫做常经进不休息 其实这样 前陀合体菩萨 常经进菩萨 那其实就是你的不放异注 不放异注 假设你能够这样 坚勤思维 那前面应该是 就是要如理思维 专精思维 然后这个 这里叫做硕硕思维 基本上就这三个 如果你这样读了 你就会发现到 以这三思维 就能够成就 先要正知正见 坚勤 这是如理思维 然后之后 如理思维 这个心要专注 要舍去 舍去这个暗昧 就是要有止观 要专精思维 然后进一步 就是不断不断的反复 就好像母亲孵蛋一样 时时保持正念正知 前面当然 第一个如理思维 是要正知正见 然后你把这个正知正见 时时益持 有正念正知 他非常的专注 大概就是这几个重点 你掌握住了 其实就不难 那你再稍微思维一下 缘起跟无我的观念 就暗昧经 我们这样不要瞎看 我们这样读过一经 一经得到这样思维 几次以后 我们就越来越清楚 越来越清楚 那这个清楚 明白 会反映在 你看待一切事情上面 然后看待自己上面 因为你常常在听 佛陀这样讲 听久了 听久了 那么自然自然 它有一种熏悉力 它是要有思维 它才深入 没思维不深入 那思维之后 你要常常 就是在一些境界下 境界现 境界现前的时候 或是有境界没境界 那么就是说特殊的境界 你都会生起这种思维 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正念正知 正念你所意识的佛法 所思维的佛法 所理解的佛法 那么时常 时常都放在心上 所以他这里讲 不放义注 所以善男子 替族虚法 正信非家 出家学到 为就近无上犯恨 见法 自知身作正 有解脱之见 我生以见 我生以近 犯恨以利 所作与作 自知不受厚有 就是你了解了之后 那么你出家修行 其实是为了得解脱的 那你必须要知道 因为这个是 已经出家的比丘来问的 所以佛陀就跟他这样讲 你出家 你是所以剃除虚法 来出家 是为了得解脱的 是 是为了修道得解脱的 你不是只是要出家而已 要过生活而已 不是 你是为了解脱来出家的 那你要怎么样解脱 你必须要知道 就是说 你为了解脱来出家 你必须要知道 怎么样得解脱 你为了 你来 你来试验 是为了学佛来的 那你要知道 那佛到底都是学些什么 佛教些什么 那你这个也要清楚 那么所以他讲 这里就能够 为就近无上犯恨 见法 自知 身作证 就是为了得解脱 那解脱 有解脱之见 就是什么样是解脱呢 就是这里讲的 我身以境 犯罪于利 所作于作 自知不受后有 就不会再轮回了 使彼尊者 亦自知法 心得解脱 成阿罗汉 你看这个 这个比丘 那佛陀这样跟他讲了之后 那么他努力 当然应该不是佛陀讲 他会成阿罗汉 不是 而是他回去之后 就这样慢慢想慢慢想 你看他说 常念土团辟教授 不是佛陀跟他讲了之后 他就解脱 不是哦 而是他回去之后 常常想 常常想 就好像母鸡在负担 这样 常常想 想多久呢 他没有讲 不过他最后震了阿罗汉 其实是这样 这个也是给我们 告诉我们 其实我们对于 这些我们读的阿罕经 其实我一直觉得 不是要读很多 也不是把全部都读过 不是 而是每一部读过的 你都很深刻 那你能够用 你说那 无场无我怎么用 缘起怎么用 很好用 只是你要会用 就是我们早上讲的 就是你要常常观察 每一件事情的形成 都有它的原因 那么它不会无影无影的 所以你只要找它的因缘 你不会就现象上去执着 不会 比如说这个人 这个人骂你 那我们一般都会执着 他凭什么骂我 他怎么样骂我 不是 那么我们就会去找这个原因 当然我们会知道 他想说 这个人会无缘无故骂我吗 不会 一定有因缘 可能他早上被妻子骂 他不知道哪里发现 或是他生病了 或是怎么样 或是他误会了 反正一定有因缘 你只要把那个因缘找出来 最好 你不要只懂他现在骂你 而是你要去找 他骂你的原因是什么 那么这个时候 你如果执着在他骂你 他凭什么骂我 你就越想越生气哦 真的 那你就会骂为他嘛 这种东西就是这样嘛 你骂我也可以骂你啊 你敬我三分 我敬你七分啊 你七我三分 我就拿命配你啊 反正这种人 其实我们习惯这样啊 但是如果你会观察原型的话 你就是说 凡事没有无影无远的 那所以你就会观察 那你就会去找那个原因到底是什么 你不会执着在他骂你这件事 而去寻找 他骂你那个背后的原因 那 为什么要寻找 要解决他嘛 那这个时候你那个 你那个烦恼 不是像一般人的那种执着那种 被骂的那种烦恼不是哦 所以你就不会那种 不安的情绪 那你 所以你 你凡事从原型去观察 苦极灭道去 去寻找 基本上 你的烦恼不会很重 真的不会很重 然后不知道 你会去 你会去找那个原因 所以 即使暂时不知道 但是你知道 一定有原因 那所以你也不会因为暂时找不到 而困惑不会 你只是要冷静 理性的去观察就好了 通常这个叫做直观嘛 冷静 理性的去观察 那一般我们叫做定跟会嘛 直跟观嘛 烦恼不起嘛 你先起了烦恼 你就不会观察了啦 你已经起了烦恼 以先入为主了 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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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比如说 这个人就是看不起我 这个人就是怎么样 那就是对我有偏见 怎样 反正就不管啦 反正你就是 你开始就执着上那个东西了 那就一直在那边转 一直在那边转 被他拖着转 被你的烦恼 一直绕一直绕 那个时候你就没有办法看清楚事实 你没办法如实知如实见 那你就是充满种种的烦恼 那这个就进入一个所谓货业苦的循环 那基本上是这样 好 那我们今天先就讲到这里 大家合掌回向 愿于此功德 我等于众生 接共臣佛道 我们今天从小时 看到没有 会讯到小时 也是